聊斋志一全集第九篇 卓胡 有位孙姓的老汪 是我的亲家轻浮的伯父 向来有胆量 有一天 他白天躺在床上歇息 突然感到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爬上了床 于是觉得身体摇摇晃晃的像是腾云嫁务一般 他暗想 是不是遇上了作怪的狐狸精 偷偷一看 有个河猫一般大的东西 黄毛绿嘴正从他脚边蠕动着慢慢往前爬 好像是怕把他惊醒似的 那东西小心翼翼地爬上了他的身体 碰着他的脚 脚就发麻 碰着他的大腿 大腿就发软 等到刚爬到他的肚子 孙老汪突然坐起来 用手一按抓住了他 紧握住了他的脖子 那东西急声思鸣 一时间却无法挣脱 孙老汪急忙叫来老伴 用带子捆住他的腰 于是 他用手抓牢带子的两端 笑着说 听说你善于变化 现在我盯着你 看你怎么变 他话音刚落 那东西忽然紧缩起了肚子 把肚子缩得像个细管子 差一点而逃出去 孙老汪大吃一惊 急忙用力捆紧他 这时 他又把肚子鼓起来 肚子变得有顽口那么粗 十分坚硬 带子根本勒不进去 孙老汪稍有松懈 那东西又是一缩 孙老汪怕他逃掉 就叫老伴赶紧杀了他 老伴慌慌忙忙的四处乱看 不知道刀放在什么地方 孙老汪把脸转向左边 示意放刀的地方 等到他回过头来 却见带子像个空环儿一般 攥在手中 那东西已经无影无踪了 点评 这段文字描述了和谣鬼 截然不同 分为昨天的谣鬼紧张激烈 充满恐怖 犹如近身肉搏的遭遇战 而今天的捉壶则轻松俏皮 仿佛父母逗弄小孩子般有趣 仿佛描绘了一个调皮的小孩 趁大人午休时偷偷捣蛋 却被大人发现的情景 尽管大人对孩子的行为感到愤怒 但面对这个调皮可爱的孩子 却只能通过恐吓和打骂来表达不满 而不可能真的伤害他 最后 孙老头抓住小狐狸 却没有立即加以惩罚 反而用绳子捆住他 演出了一场模拟的严妇慈母场景 给予小狐狸逃脱的机会 整体描绘了一种幽默而温馨的家庭氛围